好 这要过年了 很多民众都有换新钞的需求 那么现在在警察局 是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也提供大家换钞的服务 在警察局里头就放了 大把大把的新钞票 民众可以来这边换钞 顺便也可以来申请警察护钞 让民众非常的安心 警察局都给塞爆了 他们通通都是要来换现金的 能为行员数钞数到手软 点钞机一早也没有停过 数钞票还数到差点故障 连纸钞都卡在里头 民众换钞真的是很踊跃 换钞换到连点钞机 都受不了了 拿到一大把的钞票 全部都是新的 准备过年回家发红包 但这次拿到了现金 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在银行里面东藏西藏的 因为在这里把钱量出来 没有人感动你 自在团局那种安心的感觉不一样 而且也不用排队排很久 因为现在年贯将近 邮局真的都很多人 人家看得很专 怎么办 因为这有警察局在这里 给我们报告 民众边换钱 一边还有警察紧盯着 真的是很安全 这是彰化警方和农会合作 把换钞柜台搬进了警局里 远警不怕护钞又多了一项任务 因为直接在警局里护钞 除了执勤方便 也提高了安全性 真的是一举两额 中天新闻 陈孟辉彰化报道 没有人的网红柜台搬进了警局里护钞 并且举伤